Wave 第16課 16.3 光也說了 聲音也說了 16.3其實是分歸納 把我們學過的Light和Sound做一個comparison 其實只是把之前的東西炒一碟 好 一開始Wave Nature 光是什麼呢? 光是EM Wave Transverse Wave 已經看過了 這幅圖詳細會在電裏再說 會有E Field B 和Matic Field 一起出現 就叫做EM Wave 但聲音是什麼呢? 聲音是mechanical Wave 需要Medium EM Wave不需要Medium 在真空也傳到 另外它的Wave的特性是 左右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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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傳或右傳 這叫做Launch to Wave 至於速度方面 光速很快 3x10的八次方 最快是Vequium 慢一點是Solid 再慢一點是Liquid 和Solid 聲音方面是反常的 在空氣中反而走得慢 在Solid就走得快 這樣說了 因為它是mechanical 靠Vibration 如果大家越緊密 傳遞能量的速度就會越快 因為在旁邊 另外 Light Loose Speed upon Enter Gas 這個我們要知道 類似Water Wave 深水窄 那些 Band去哪一邊 那些已經說了 就是速度有不同 就會Band去不同地方 所以如果由Air去Gas 的話 其實速度是慢了 最快是真空和空氣 3x10的八次方 入了任何Medium一定慢了 慢了的話就是BandTourist 就是Normal 至於聲音方面是相反的 在空氣中走得慢 在Liquid中走得快 所以 入到是Band Away 到這裏 就是Speed和Frequency 在真空中 其實是紅、藍、綠 那七隻顏色 其實是Same Speed 就是光速 但如果進入Water的時候 大家的速度有不同 因爲速度有不同 所以光才會分開 詳情在後面的Optics會再說這件事 但如果這樣看圖片 你會看到 紅色的光會走慢 藍色的光會走得快 所以看看上面 它說 Light Speed and Requiem 是Same for all 但如果進入不同的Medium 就是Depend on Frequency 這就解釋了為何會有七色彩虹 經過玻璃之後 好 到聲音方面會如何 在真空中傳不到 但如果在另外的Medium 是Same for all Frequency 包括Oltarsan 記得嗎? 剛才還沒有一句 就是聲音 不是 在空氣 不是 普通的聲音 在空氣 和Oltarsan 在空氣 傳播速度 是一樣的 其實這就是鞏固 不同的聲音 高音和低音 在空氣中傳播 OK? 都是一樣的速度 在水中 都是一樣的速度 好,到關於Wave length 光的Wave length 當然是極短 400至700 如果是Visible Light OK? 他就說 Division is not noticeable 這個 那什麼意思? 他就說 這條縫 即使我找人的頭髮 都是千分之一 也不足夠大 所以Division的效果 是不顯著的 但聲音又不一樣 聲音呢 你會發現 它的Wave length 大約1米 所以如果我們到門 剛剛沒有1米 就很適合 因為我們以前學過 D和Lambda接近的話 其實Division的能力很高 因此如果有老師在門口 1米 他有說話 其實整個房間都會聽到 但如果有老師在那裡 拿光管在那裡 1米闊 其實光不能去到這些位置 因為Division的能力不一樣 所以這就是Summary 不多說 自己看一看 唯一想說的就是這裡 這些 OK? 聲音的Wave length 大約是20cm 至20米 但這個呢 有公開考試 考過類似的問題 就是喇叭 大喇叭 小喇叭 原來大喇叭的直徑 也有關係 等於大家 在錄音會O嘴說話 即是大聲喇 尤其是O嘴的O型 大與小 會影響到你的聲音 擴展 還是集中 因為這是關於Division的情況 如果想說到全部人都聽到 所以聲音的Gap 就是你出來的聲音 差不多 D過 的話 擴展性能越高 即是說到全部人都聽到 你說話 OK? 喇叭是一樣的 大喇叭 其實就要適合Lambda 要長些 Lambda越長 就是frequency 就越低 所以你看到低音喇叭 零射大的 高音喇叭 高音 高音 即是frequency Lambda 如果Lambda 小的話 Loudspeaker 不需要那麼大 這是低音喇叭 所以有人問我 7.1 喇叭 有8個 因為 1.1 就是Bass Bass 要放在地上 因為要放低頻 因為要放低頻 所以喇叭比較大 放在地上 另外7個可以小一點 現在可以做無線 很小 整個手帳這麼大 就可以了 都可以做到 OK? 好,現在可以解決了 現在看看例子8 好,第8個例子 為什麼有關於interference 這是關於聲音的interference 就等於剛剛我們上一課 做實驗給大家看 有兩個喇叭 這個實驗是用了兩個喇叭去做的 但是這個喇叭是用一個 因為要方便去問這條問題 這個喇叭當然要出聲 出聲 出聲之後 去到這條褲子也有diversion 這條褲子也有diversion 大家慘了一碟 Superpulse 就會有interference出現 但是它第一部分說 S2被封鎖了 封鎖了 封鎖了那怎麼辦呢? 封鎖了就是單靠D的聲音 所以P、O都會收到訊號 訊號 訊號就是時上日時落 記住 Longitude Wave 應該是出... 不是 這個Sound Wave 應該是Longitude Wave 但是視波器 是... 是利用... 啊... 那個... 震蕩 就是這個 microwave的震蕩 其實產生電壓差 所以這是電壓的改變 視覺上是Transference Wave 可以嗎? 視覺上是在視波器裡面 它是用Transference Wave的表達方法 有打橫的時間 有打動的Aptile 去處理 OK 再來 你正常在O點、P點 會不斷地收到變化的聲音 抑揚斷錯 然後它會問你 如果Downtoy的時候 你的Frequency是否認識 當然認識 看看CEO裡面有多少格 有4大格 剛剛好一個Cycle 4大格 就是Period 應該是4x250 OK 所以Period可以計算 Period可以計算 有Frequency 當然可以計算 OK 好 B 現在兩個都沒有波 沒有波就好 S1有Diversion S2也有Diversion 兩個就好像變成兩個Source 炒碼 SuperPose 有地方是SuperPose 有地方是Cancel O點正中間 不用考慮 它問你 叫你Sketch CIO的Trace 看看 又應該是什麼呢? 應該是Twice the Height 因為跌加 兩個相同的Wave 炒碼 跌加 所以 太厲害了 而且 這個 就是Constructed Interference 又是 暗博 今次 把Microphone Move to P 而告訴你 距離 不用你自己計算 一個是2.05 一個是2.39 一個是2.39 它問你 最大的WaveLin 多少? 首先 你最重要是看看題目 現在聽到的聲音 會怎樣? 就是發覺 Michele 接近O 就會看到這個Signal O 其實就是Constructive 你會看到有聲音 OK? 在這裡 這條問題也會告訴你 是Strong Signals P 即是這個 就是Constructive 中間有沒有告訴你 中間經歷了多少個大聲 沒有 一旦正在走路 已經有一個大聲 所以這應該是First Order 第一個 即是暗示 這個和這個的Path Difference 應該相差 一個Lambda 那麼大把 OK? 所以兩個雙減 就是那個Lambda 可以嗎? 那不是 可能這條問題 沒有說清楚 可能是說漏了 可能這個是second 對吧? 可能這個是second 如果這個真的是second 即是暗地裡 中間應該是First 如果這樣的話 就是告訴你 兩個雙減 應該是兩個Lambda 你看看 如果這個真的兩個Lambda 這個Lambda 應該只有0.17 那它又怎麼會是maximum 所以 總括來說 所有東西都學都好 總之 他告訴你maximum wavelength that 你的Lambda 前面的m 這個m一定是1 因為你要maximum 這個m一定是minimum 不可以是0 只可以是1 OK? 好 導師 他說 如果這次換掉 replace by a small light bulb 和light sensor 改掉它 他問你 為何 detect不到 啊? 喂 大家都有wave 為什麼detect不到 正中間 來的 壞就壞在條 他說 the list is too wide 兩條 相差太遠 它們兩個 很難解釋到 一跌 還有 這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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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相對於光的wave ring 很闊 diversion能力很低 看看 如果這個diversion能力很低 基本上是限直線 這個diversion能力也很低 基本上沒有什麼機會在這裏相遇 何來會做到interference 對嗎? 所以總括來說 很多 因此 如果真的在光學中要做 首先這條 要好 接近lambda的order 另外 到兩個sneak separation 必須要好 等於grating grating 要1mm 或者1cm 切多少條 要這麼近才能做到 好 好 這就完成了 接著 就到trap.8了 好 等下 trap.8 先出發 trap.8 用筆回答 光是EM wave 但聲音是甚麼呢? mechanical 光是transverse 聲音是longitudine 寫下 第二條 它現在告訴你 有一個wave 沒有說什麼 從水到medium x 就會發覺是 禁止 tourist normal OK 它問你 下方的答案 是否可不可以 再問一下 再問一次 光由水到medium x 就是air 水到air 的光 記得air走得最快 水走得慢 慢的話 就禁止tourist normal 這是lo 記住 我們在這裡最快的方法 去KO這條問題 就是畫一幅圖 normal 光 ban tourist normal 必須是甚麼 就是air to water 那現在問題問甚麼呢? 現在說 由water到air 就會ban tourist 是否呢? 如果你把他 由water到air 當他死的就虛線 應該是ban away 所以答案是no 好 轉 轉了另一隻 這是膠 光 OK 答案是yes OK 那為甚麼呢? 因為 water 和膠 而這個膠是甚麼膠呢? 是玻璃膠 是玻璃膠 有一樣東西叫做reflect index 後面會說的 不過現在可以說說 就叫做1.33 和這個應該是1.5 這個應該是1.5 如果是1.5 用這個方法 就知道 光在水中 是走得快 過膠 OK 可以 走得快 所以又畫幅圖 現在是水 這邊是膠 打過去 我們知道 1.3 1.5 水是走得快 水走得快 水走得快 就像air 去水 bentourist normal 所以 這個應該是yes 所以 要求 大家要求 知道1.33 和1.5 另外一個 你的腦 要馬上調轉 聲音 聲音 是水去air 因為這條問題是說的 是水去air 但聲音 最重要是 要知道 水去air 是由快去慢 水去水 要求水 在水中 就要走快 快去慢 那就是 tourist normal bentourist normal 所以yes 最後 steel 是索力 水去Solid Water steel 這個可以走得更快 OK 走到近來 更快 不是,AWAY 所以LOW 你是要這麼高招的 好,第三條 有人拍手掌,3秒鐘 等一下,你會看到閃光 OK,閃光 Thunder 3秒鐘,你會看到一個Flash OK,現在問你 你的光線離開你多遠呢? 可以嗎? 你是用耳聽 聽,不是看 看是用光速 聲音是用333 所以 應該是這個 大約1公里 333乘3 第四條 這就是Train Wave Link給你,Sleep給你 它問你Diversion是否看到 OK,其實什麼數都不用計 只需要看這個字 和這個字 剛才不是說過 這個 Lambda和D 如果相約的話 Diversion是最厲害的 所以Diversion是有的 好,它說 Diversion cannot be observed if a beam of red light passed through the Snit Sleep有幾闊? 3cm 你想想它的紅光 紅光是什麼? 700mm 所以相差甚遠 OK 所以它說 Diversion是看不到的 當然是正常的 好,到這個 它說Diversion也看不到 當EMWave穿過它 OK 那還是什麼? EMWave的闊度太闊 OK 所以就看不到 是嗎? 錯的 因為 EMWave 還有一些 EMWave 寬度太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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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這裏 要考試的事情都講完了 之後就會講些exercise